好同学们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败事特性的第四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败事里面的快捷键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败事里面有多少的快捷键 快捷键呢相对比较多的 你比如说Ctrl加大A Ctrl加A 把光标移动到命令行的开头 Ctrl加E呢 把光标移动到命令行的结尾 Ctrl加A Ctrl加E 一个行手一个行位 在这呢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了一个很长的命令 然后呢现在光标在横尾 我们要把它移动到横手怎么办呢 Ctrl加A 我想把它移动到结尾呢 Ctrl加E 这是我们第两千两个快捷键 Ctrl加C 注意这个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强制终止当前的命令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写了一条命令 哎我不想执行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Ctrl加C 把它终止掉 Ctrl加C 把它终止掉 再往下 Ctrl加L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常用命令 相当于是清平 或者说我们用 CRL EAR的方式 都可以做到一个清平的操作 那再往下呢 是我们的Ctrl加U Ctrl加U 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删除或者剪切光标之后的命令 注意 比如说我输了一个很长的命令 这个时候呢 我的光标在这个位置 我想把之后的全部删掉 怎么办呢 Ctrl加U Ctrl加U 大家可以看啊 Ctrl 重新给你写一件啊 我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命令 这时候呢 我干嘛呢 我想要去删除光标之前的命令 那Ctrl加U 你看前面是不是都没有了啊 好 Ctrl加K呢 是删除光标之后的 我中间加点东西啊 看到啊 光标之后的 Ctrl加K 是不是后面都没了呀 这是前六个快捷键 再往下呢 Ctrl加Y Ctrl加Y 是干嘛呢 刚刚我们用Ctrl加U 和Ctrl加K 把我们的光标之前 和之后的删除或剪切了一下 而我们的Ctrl加Y呢 是可以继续去粘贴的 也就是说 它就相当于复制 它就相当于是粘贴 Ctrl加2呢 我们可以去命令行里进行搜索 搜索 Ctrl加D呢 是退出当前的一个终端 Ctrl加Z是暂停 暂停 你比如说我们运行了一个 运行了一条命令 这个时候呢 我不想让它运行了 我想让它暂停 怎么办呢 Ctrl加Z 并且会放入后台当中 Ctrl加S 暂停屏幕的输出 Ctrl加Q呢 是恢复屏幕的出处 从Ctrl加Z到以上 是我们常用的 Ctrl加C Ctrl加L Ctrl加Z Ctrl加D Ctrl加R 这是我们常用的快捷键 接下来呢 看一下我们Batch的第五个特性 叫做前后作业控制 什么叫前后呢 什么叫前后台呢 前台就是在终端上显示 后台呢 就是说 不在终端上显示 但是依然可以去运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后台作业控制的一个解释 Lenewer Spice Shell 单一中端界面下 我们经常需要管理 或者说同时完成多个作业 这个作业指的就是我们的操作 比如我们可以一边翻译 一边实现数据的备份 以及之前 事后查询等其他的任务 所有的上述这些工作 可以在一个Batch内实现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终端的窗口当中完成 那我们可以完成 就需要利用我们的前后台的作业控制 我们把能够放到后台的 放到后台去 前台依然可以继续执行 其他的一个任务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后台作业的一个定义 前后台作业实际上是对应的 也就是前后台进程 前后台作业也就对应前后台进行 因此也就有相对应的PID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些作业呢 我们把这些进程统称为什么呢 统称为是作业 无论是前台作业还是后台作业 两者都是来自于当前的shale 是当前shale的一个子程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在当前终端上去执行的 而当前终端 它就是一个shale 而我在这个shale上去运行一些 其他的程序 就相当于是在这个shale里 运行的子程序 前台作业 我们可以由用户参与交互 以及控制的作业 我们称之为是前台作业 我们在内存中可以自运行的作业 用户无法参与交互 以及无法使用Ctrl加C来终止的 我们只能够通过BG或者FG来调用该作业的 我们称之为是后台作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常用的作业命令 在这呢 comment加end符可以直接让我们作业进入到我们的后端 举一个例子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L 我们的这个 SL 是不是一个小火车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YamGamGamS到SL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的SL是一个小火车 它是在前台运行的一个程序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执行LS这条 SL这条命令的时候呢 在后面加一个end符 我们来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效果 SL end符回车 你可以看到 我们SL这个小火车并没有在中端上运行 而是直接去哪了 去了我们的后端 这是第一种方式 comment加end 第二种方式呢 是Ctrl加Z 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SL 然后呢 我CD到我们的SL里面去 在这里面呢 我编辑一个A.TIT的文件 这时候呢 我是在中端上进行交互式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想要去停止它 我可以使用Ctrl加Z 直接就停止了 把它放哪去了呢 放到我们的后台 那如何去查看后台作业的状态呢 我们可以使用Job 你可以看到 我们呢 第一个SL已经停止了 第二个呢 也处于停止的状态 Stop 那FG加N 注意这个N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的这个续号 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号 百分之后N 百分之后N是将后台运行的作业切换到前台了 你比如说我们的F 叫做FG 百分之后2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刚刚的VRM 那如果说我用BG呢 是将我们前台的运行的作业到后端去运行 后端去运行 这是我们的几个常用的命令 当然呢 还有最后一个Q Q的作用呢 相当于是杀死这个进程 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Q 6-9 百分号1 我们可以将1 干掉 百分号2 将2 干掉 这个时候我在Job去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都已经Q的 什么已经被我们杀死 杀死 我们通过Job的方式来进行作业的管理 进行作业的管理 在这呢 有一个前后台作业的演示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用TAR CVZF的方式 将打包的命令 加一个按的符 放哪去呢 放到我们的后端 后端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中端上 会生成一个 压缩文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同时再去执行 我们的LS的命令 LS的命令 注意啊 我把它放到后端以后 我依然可以 就算它上一条命令 没有执行完 我也依然可以再执行 新的命令 这是按的符号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我们的Ctrl加Z 那我们去解压一条 我们去打包一个命令 这个时候呢 我用Ctrl加Z停止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用照布子 可以发现 我有一条命令 属于Stof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 使用Find的方式 然后呢 CtrlZ 一次把它放到后台 这样的话 你可以通过照布子的方式 去进行管理 如果说你想要哪个 继续运行 OK 那直接就去运行 它就可以 用FG和BG的方式 一般情况下 后台掉到前台 我们用的是FG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照布子和L去查看 当然呢 你也可以通过 我们刚刚照布子和L 查看到的PID 去进行我们PID 对应的一个查看 当然呢 在这里 TTY代表的是 当前终端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打开 另外一个终端 然后也可以去进行 一个操作 也可以去找到 我们对应的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通过 谁去找到呢 透过我们的PID PID 由尚可知 当前摄要下的赵布斯 仅当前摄要的终端 是可见的 因为我们在这儿 通过赵布斯去看的时候呢 是看不到我们在之前的终端上 所执行过的命令 FG是切换到前台 BG呢 是切换到后台 我们可以把放到后台 终止的命令 拿到前台来去继续执行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前台的命令 放到后台去执行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指令 一些指令 当然呢 当我们不想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Kill的方式 将这些进程给它杀掉 将这些作业给它杀掉 怎么杀呢 Kill-9 当然呢 有一个前提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作业的作业号是多少 你比如说通过赵布斯 我们可以去查看它的作业号 作业号为3 那这个时候呢 我Kill-9 百分号3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作业给它 Kill掉 Kill掉 再通过赵布斯去查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当然呢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脚本 来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去执行一个脚本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停止掉 赵布斯去查看 然后呢 我们再去干掉它 再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已经被杀死了 杀死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脚本 放到哪去运行 放到后端去运行 然后呢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 输出的内容 因为这个脚本 处于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之前学过的 输出重新项的方式 把它追加到我们的 把它 把正确和错误输出 全部给它扔掉 全部给它扔掉 然后 也加上我们的 and 也就是我们的后台 好 这是我们的 关于我们的 前后台作业 相关的 拜执特性的内容 这里以后 我们就到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 感谢观看